夾琴子沒有辦法解決 有個方式是這樣 就是說你可以試試看把琴子靠在一個地方上面 比如說例如這樣 那我看現在手關鍵放開是可以 就是琴子不會掉下來 然後按旋也可以去練就是說譬如 好像手是掛在琴上的這種感覺 然後這種很好練抖音 就是我以前有時候教學你抖音會這樣 然後當然就是說它的高度如果是要低一點 這樣會比較好 所以像我以前的影片就是 我以前做的地方有個書 這樣它的高度是差不多 那我就是可以靠在書架上這樣練 然後這樣練其實有個好處 就是說因為這樣練你的左手會非常放鬆 然後所以我以前在那樣練的時候就是說 譬如我那時候就覺得說我把琴靠 其實我會手指可以按比較快 然後可能抖音也可以抖比較好 所以其實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你原來這樣夾的那時候是身體不夠放鬆 那你如果在這邊練到放鬆的感覺的時候 那你再回來 你在回來練的時候 你就會盡量盡量讓雖然夾的琴絲保持那種感覺 所以就可以在 應該說會比原來的更放鬆 好這是一個 來吧 其實我們在那邊的側面 好 老闆